1986年秋天,我和小龍坐在陽台上 我們早就和身體簽訂了放棄授權,準備旅行合約 李小龍是我的同學,他武功高強,但不太愛念書 在求學12年中,不斷被老師窮暴著 學校在他眼裡是個工廠,老師在他眼裡是個怪物,同學在他眼裡都是機器人 小龍覺得人生真的不只是選擇體與是非體而已 生活中有更多喜愛的事物,在這個階段是不被允許嘗試的 老師希望底下的我們全部看起來一樣,因為我們還小 他叛逆性的堅決要練武 因為那比又少安培定律,實際多了 快樂的記憶,靜止在受教育之前 過程中,只記得那些死了幾百萬年前的歷史人物 聯考將近,但不考功夫 在沒有搭上列車的小龍,慢慢被體制 忽視了 教育 是個比較的地獄 他 教你如何更猶豫 打破不了 所以 他們只好 神經你看到 第二天 神經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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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天